菲律宾计划把巴潭岛 巴潭群岛的马哈桃港 开发为海岸警卫队的避风港 还鼓励它的国民到中叶岛去旅游 菲律宾在南海的挑衅不断 那它到底在打什么样的算盘呢 巴潭岛是在巴士海峡的正中间 也就是菲律宾的北边 旅宋岛的北边 台湾 恒春的南方 在这个地方开始在强化它的军事设施了 其实目的在哪里 就是掌控巴士海峡 因为巴士海峡是中国大陆海军的进出的要道 我们也看到也是美国的海军的进出要道 美国通常在过去 它的海军的演练方式 出港的时候 是走台湾东部的海域 由北往南走 然后有的时候是直接再往下走 就到菲律宾的东部海域 就是东菲律宾海这个地方 那有的时候它要进入南海 它就会穿越巴士海峡再往南走 进入南海 那在这个情形下 那巴丹岛它的这个控制巴士海峡的战略的重要性就出现了 尤其当中国大陆的这一段时间 海军空军更多的在台湾的东南部跟西南部举行联合训练的时候 那巴士海峡的重要性就一直提升 菲律宾在巴丹岛做了这些军事动作以外 它又开始鼓励菲律宾的民众 那当然迟早也会开放给外国的民众 去所谓的 菲律宾目前在南海所占领的这些岛屿 有七八个岛屿 里面比较大的岛叫做中叶岛 中叶岛是我们的 菲律宾所占领的岛屿都是非法占领的 我们再强调全部是非法占领 里面最大的一个岛叫中叶岛 这个中叶岛原本就是国民党的时候 我们守的这个岛屿 有一天台风来了 那为了避台风 移到这个太平岛去避风 因为太平岛的建筑物比较坚固 结果台风一走 我们的军队还没有回去之前 菲律宾就去占领了 非法占领 那非法占领了以后 现在菲律宾在这个岛屿 那么去进行催田 也盖了一个象征性的幼稚园 那么有一些象征性的一些人 住在那个上面 那现在菲律宾就 想把那个岛屿 把它变成一个观光区 那这个部分里面 就是在挑衅中国大陆了 因为它要菲律宾的更多的 或是别有用心的人 他们就登岛去来宣示主权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菲律宾的动作是越来越多 最近菲律宾在黄岩岛的动作 也越来越大了 本来在前一任的总统 这个杜特地的时候 他把跟中国大陆 跟台湾跟越南 所有的争议的一些地方 全部都搁置了 就是我们所谓的搁置争议 追求最大的共识 所以那段时间 五年以来 南海相对安定和平稳定 那美国要插手 插手不了 因为杜特地 就直接跟美国人叫板 他说你要打架 你跟中国大陆打 打完了我再来参与 美国不敢 小马可是在杜特地 结成联盟的情形下 他出来参选 选上了总统 结果呢 美国的这些高官陆续访问 小马可是他改变了 转变以后就完全配合美国 然后就在南海兴风作乱 为什么要兴风作乱 其实就有一个目的 就是让南海行为准则 不要通过 因为南海行为准则 本来在去年年底 就预计要通过了 然后最迟在今年 为什么呢 因为一读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现在只剩下文字稿 跟翻译稿 也就是说 所有的条文都已经谈完了 文字也都接近完成了 那因此最终版 一旦定案以后 就送交 大家代表签署了以后 就送交各国的国会去批准 就在这个时候 美国下手了 找菲律宾当马前卒 去搞乱这个关系 搞乱这个关系 使这个南海行为准则不能通过 因为南海行为准则 会规范域外国家 进入的时候 也要遵守这个准则 美国人不想遵守了 所以美国人就在这个地方闹 美国人要怎么闹呢 他又 他域外国家没办法闹 他就找菲律宾充当棋子 现在菲律宾当棋子了 被美国人在那边耍 在那边闹 我们看到闹的结果 菲律宾什么都没拿到